新年一史 复新市紧紧围绕省第13次党代会安排部署 向优化营商环境要活力 向全面生化改革要红利 向民营经济发展要实力 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坚持绿色生态优先 认真做好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复新市把省党代会的安排部署重点任务与复新转型实际相结合 找准贯彻落实的结合点 切入点 发力点 推动复新创建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示范室 能源综合创新示范室 1月10号 在复新蒙古族自治县抛子镇国家屯村 复新市复光新能源175万千瓦风电项目第8组风力发电机组成功调装 预计在今年年底17项目可实现并网发电 项目建成完成 可以年发电量1.7亿千瓦时 与传统火电相比可节约标煤5.5万吨 可以减少大气污染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3.5万吨 省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 支持复新创建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示范室 能源综合创新示范室 征创两个示范 能源转型是关键 如今 复新市在新能源产业频频发力 复新500兆瓦光伏平价上网基地已正式并网发电 该项目年产值达3.2亿元 年平均发电7.5亿千瓦时 是复新市装机容量最大的光伏场站 截至目前 复新市新能源装机规模 占全省20%以上 新能源装备制造项目也正加速急剧 与此同时 复新市还在进一步降低要素成本 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发展绿色能源 复新蒙古族自治县伊玛图镇 过去是复矿集团原爱有煤矿的主矿区 镇域内分布着大小煤矿40多家 留下大量采煤陈县区 2021年 伊玛图镇摒弃 因治理而治理的传统陈县区治理模式 利用废弃矿山采煤陈县区 发展光伏产业6200亩 十四五十七 这里将建成万亩光伏乡镇 省党代会提出 辽宁振兴 全方位振兴 为辽宁剥划了蓝图 同时也为乡镇指明了方向 我镇讲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以伊玛图河和矿区恢复生态治理为核心 建设美丽乡镇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长期以来 海州露天矿综合治理工作 得到各方高度关注 2021年 先后实施了海州露天矿南邦二七 和北邦西部滑坡区综合治理工程 治理面积共计108万平方米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为科学推进海州矿综合治理 创建全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示范室 奠定了基础 积极与清华大学 三峡集团 中资公司和省值有关部门沟通 做好海州露天矿的治理规划 推动抽水性能电站的建设和海州矿周边排土厂光复发电产业 转型20年 复兴成功实现产业结构重塑 四个优势产业占工业比重提高到81.2% 煤炭行业产值占工业比重下降到3%以下 在征创两个示范新征程上 复兴市四大优势产业将持续向链条化延伸 规模化急剧 高端化攀升 未来五年产值将争取达到1350亿元 成为复兴市征创两个示范的有力支撑 我们要开展高质量项目建设年活动 继续实施复兴速度项目30个 推进200个投资五枪业以上项目开工建设 继续抓好210个在年项目的建设 同时要抓好120个项目的竞工投产 包装储备300个项目 用高质量的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撑